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赵哥 提到QG战队最近可谓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本来QGFly和刺痛不上场 就遭到了粉丝们的声讨 最后出现了窃心和教练之间的胡斗 真的是雪上加霜了 不过虽然QG俱乐部被骂得体无万福 甚至谢若金的首发选手都受到了牵连 但队员Fly和刺痛反而得到了力捧 其实他们两人在王者圈的口碑是很好的 飞牛总会被孟老师邀请一起排位 而刺痛最近也是频频被AG首发队员邀请舞台 其人员没得说 再去刺痛本想玩爱琳 却被对面抢到 随机选了拿手一球马克 再赔上队友的姚妹立刻起飞 再次参加露是用选择的声音 再次参加露是用选择的声音 由于对面平民调点 自动一队直接上高地打爆水晶 卡在六分阵结束了游戏 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对面 是真的吗